超新歌 今天全亞洲股市都在下跌 但是今天台北股市的跌幅 卻是整個亞洲股市跌最重的 我們今天跌了快要有2%左右 那再來就是香港股市 香港股市這一波也是滿慘的 好 當然毫無疑問 兇手就是外資 外資繼續的砍殺股票 今天又砍了金融股 砍了我們的護國神瞻 甚至連今天有新電動車 在網路預售的鴻海 外資也很不給面子 外資今天也賣了鴻海 1萬4千多張 好 到底外資這一波的賣壓 何時會捷徑呢 我覺得其實先回答 剛才明大有的問題就說 觀眾朋友一定想知道說 為什麼今天台股跌這麼深 這麼恐怖 其實就是兩個 美國 中國都對我們不利 美國的股市跌很多 那中國是怎麼樣 中國加上封城 而且是越風越嚴重 所以台灣就會覺得有鍛鍊 那我們又是電子產業的導向 所以我覺得今天台股的下殺 基本上就是在於說 所謂的一個系統性的風險 所以第一個 我們看到今天的盤面上 台股最弱 我請大家要特別留意 台股弱勢的同時 外資今天是賣鈔 接下來我們來看新台幣 我認為現在的外資的匯出 因為美元的強勢造成新台幣的持續貶值 貶值再加上法人持續的賣鈔 尤其是外資 我們來看一下新台幣 今天又貶到30.538 又破了一個關鍵價位 對 而且尾盤沒有打回來 就幾乎在最高 所以表示說現在是怎麼樣 賣股又怎麼樣 股會雙殺 所以我們來看到 新台幣的周線圖 你就知道 這一波是從這裡 開始做搶扁的動作 大家想想看 這裡的升值造成了什麼 台幣跟台股的反彈 可是當台股還在半山洋的時候 新台幣已經扁出去了 所以接下來的重點是 如果外資持續的賣鈔 持續的匯出 那台幣的貶值就會造成怎麼樣 接下來整個股市的壓力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加選指數 如果以外資來講 其實實際上是岌岌可危 那我們回到剛才的這個功格 那我想跟大家講就是說 今天有幾個很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當然一定是台積電 大家一定會想要問台積電 繼續的提款 當然一定是受到這個 美國現在要掐住 中國大陸的關鍵晶片的喉嚨 要禁止抄圍跟輝達 把這個超級電腦的晶片 賣給中國大陸 對 所以你來看台積電的線圖 下面幫我放外資 你就知道了 其實現在的外資 它不管現在台積電的營收是多少 它只管說如果我要提款 什麼最好提款 台積電 對 所以投資朋友一定要特別留意 我認為如果新台幣的貶值的幅度 持續的話 那台積電的賣壓你看有沒有 它是越賣越多 我覺得這就是要稍微 我覺得 富國深山我們一定要保護 可是外資 畢竟是持有它最多的持有人 所以外資一旦一直提款的話 第一個 會市會跌 第二個 台積電影響指數 今天其實就影響 大概結14塊 影響了100多點 所以我認為整個接下來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看台積電在這裡 有沒有止穩的機會 台積電支撐要看哪裡呢 來 我們如果看台積電支撐的話 如果看日線圖給我們看 我認為是前迫了相對的這個低點 那這個低點其實要守得住 我認為現在的 這個低點應該差不多在480 480左右 因為今天非常 我覺得非常嚴重的一件事就是說 索爾的軍線已經變蓋頭反壓了 所以昨天的台積電開低走高 今天變成開低走低 這個時候呢 最好就是明天要收回去 明天如果拉不回去的話 台積電就會變轉為壓力 那接下來的重點就會變成 整個會變成層層的有壓力 那除了台積電之外 我們回到公格 我覺得大家還要觀察 回到公格 剛才的我們的一開始 外資賣超 不是 外資的賣超 那我想外資賣超裡面 提醒大家一個重點 就是在於說 外資賣超裡面呢 還包含什麼 還包含了金融股 那金融股呢 我們就把中信金拿出來給大家看 為什麼金融股現在也跌 因為美國的公債殖利率在上升 對 那美國公債殖利率 短天期的上升之後 你看 我說的就是這樣 有 一起飛 價格在跌 殖利率在上升 對 然後外資又一直提款 所以我先給大家一個小結論 就是說0050的相關成分類股 現在都暫時要避開 那50大全資股 倒要避開 所以說如果大家做中小型 或做投訊 我認為相對還比較有機會 因為投訊還買 但是對於外資來說 昨天跟今天來說 今天是一口氣 全部到了300多億 所以特別留意 金融跟電子現在相對比較弱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籌碼 讓大家看籌碼 你就知道外資這一波 它是玩真的不是玩假 鐵了心了 從今天的期貨就看得出來 對 我們先看散戶 散戶在融資這方面 其實沒有什麼買 沒有什麼買 這一波已經砍得很多了 嚇到了 對 那請大家特別留意 融資餘合如果最近幾天 持續的增加 你就要生理了 為什麼 因為下跌大家開始買進 所以散戶如果買進的話 這個時候這個盤就不容易反彈 但是如果融資餘合持續的減 外資如果砍不動 這個才有機會 可是如果你看到更敏感的 昨天的這些小台 還在放空 今天一大跌就全部做多 所以散戶的台子期都在做多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信仰 勇敢進場 通常勇敢聚場遇到兩個 要不就是小福反彈 要不就是繼續殺 然後就繼續被套牢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小心 但是你說散戶不去參考指標 好 那我們來看外資 外資今天的水位 我認為同樣的道理 請大家去看 我在看外資是這樣 不是一天賣超我就要害怕 要看連續性 對 你看看賣賣賣小買 賣賣小買再大賣 所以你看他的賣超是什麼 擴大 而且是增加 這樣的話我認為指數的幅度 還有機會來測試 我覺得現在是在做 測試 還有機會再測試更低 因為我們看K線 導播 今天的大盤已經是收在 幾乎快要回到這個 8月初的這個起跌點 我們說8月初這個地方 有留下了一個裴洛西訪台的 裴洛西缺口 裴洛西缺口之後 就一路的向上反彈 其實從7月13號 國安基金宣布要互盤以來 台股已經反彈了1500多點 那來到這個地方 鍾林哥你覺得 這一波的互盤行情 暫時已經要開始轉彎了嗎 對 我覺得其實不要說 先不要說這裡 這個地方其實 明了剛剛也講對了 這裡就是在於說 所謂裴洛西訪台 那中共在那邊 軍機在讓我們 攻擊老台 對 攻擊老台 刷下去 收底 所以這一波已經拉上來了 你看外資這時候開始停 對不對 一路拉上去 可是今天回到這裡之後 已經蓋頭反壓 然後賣超持續增加 所以我認為先測這個地方 大概14600左右 那今天如果來看外資的重買一樣 期限貨同步賣超 對 所以要特別留意 這邊是怎麼樣 期貨的多單 一口氣砍 砍7000多口 限貨又賣 那這個其實是 短線比較弱勢的訊號 不過今天最重要的 還有誰抗跌呢 我們除了看這個 投信作帳股之外 也要看一下 大股東加碼的股票 今天也很抗跌 威良怎麼看這個大股東加碼 其實這一波 在台北股市修正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多公司 包含了宏基的董事長 他都有宣布出來公告說 他們有買進自家的持股 那當然這個景氣 在各產業現在的狀況 庫存壓力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在這一個多空雜成的時間點 如果有大股東出來宣布 我再加碼我們自家公司的股票 是不是代表他很有把握 現在可能相對在一個滴水位 或者是他很有把握 公司接下來不管是在接單 還是在其他的業績表現上 會有好消息 我把它分成三個區塊來看 第一種就是說 大股東買完之後 他股價真的是很強 強勢噴出 包含像全有後面在買的 大股東是誰 就是光照 投資公司持續加碼 持續加碼 他是六月買 七月又買 繼續一直買上去 就股價大家都覺得漲很多了 所以等於他幾乎就是買在 這一波的起漲點嗎 可以這麼說 但我們如果說 把日K線打出來 放大一點來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我剛才說他六月份就買了 對 假如我們在隔月份 七月份我們掌握到 這個資訊的時候 六月份他買完之後 其實是有回測 因為七月份那時候台股 非常低迷 還破新低 所以你就知道 當時如果股價回到 大股東成本附近 你就可以跟他肩並肩 其實後來果然整個大盤 穩定了之後 這種有大股東加持的股票 他就開始噴出了 那七月他還繼續買 那你說八月份他又創新高 所以現在當然暫時不用追 假如有回測 回到接近七月份的 這個均價附近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留意 那回到六宮格來看 最近像這個長盛 股價也是強勢創高 當然你現在也不用去追 可是你回頭去想 大股東真的很神奇 這個七月份的時候 股價當時長盛算是趴在地上 沒有跟其他的生技股 在那邊競標 他沒有量 然後也沒有價 在那邊打底 可是後面果然股價就表態了 也從155塊一路飆到200多塊 對 好 那再來我們看 最右邊這種叫盤整代變 那這個就是 現在大家心目中認為 基本面七產的產業 對 比較有疑慮的 比如說 複彩投控 這個叫Mini LED LED大家現在覺得 這個應該是受到消費性電子的 需求低迷衝擊 應該會有庫存壓力 或是客戶不拉貨這樣的壓力 沒錯 那另外像紅捷科 PA功率發大器 這個大家也是很擔心 現在手機 現在整個需求的動能都減弱了 好 可是我們看 譬如說 富財後面的大股東是友達 友達最近的股價 其實也在大家懷疑聲浪中 越墊越高 友達這一波也談得滿強勁的 滿厲害的 在群資股當中 也算是漲幅名列前茅 那友達他回頭也去加碼了富財 那會不會接下來也有機會 富財也慢慢往上 那像洪捷科 大家覺得這個產業不好 前景有疑慮 但中美金也在加碼 所以目前看起來股價至少 它也沒有在破底了 所以但我覺得這個 因為基本面是不是真的有改善 這兩個都是跟消費電子 比較有關的供應鏈 的確 那所以基本面真的要得到 進一步確認改善的訊號 或許我們還要留意就是說 那法人會不會回頭買 因為畢竟像這些股票 如果連法人都敢進來 開始做買進的話 那我覺得可能真的就是說 基本面的谷底已經過去了 那所以大家可以把它列入到 觀察 觀察名單 對 那至於說 我覺得比較適合在進行去 留意的就是在於 它本來已經走出多頭 然後利用回測 也就是剛才講的那個概念 最近可能碰到 漲多的回檔修正 或者說因為被大盤影響 那回測大股東成本 包括像八方雲集 或者說我們看3454金瑞 它的大股東就是台達電 那我們來看一下 關於金瑞的一個 基本面的變化 那事實上金瑞它本身 是國內就是IP Camera的龍頭 那就算是國內 安控裡面的大哥了 那其中它分成 就是雙管旗下的經營策略 品牌也有 然後代工也有 那因為受惠於 美國的國防授權法案 還有因為中美貿易戰的關係 所以安控陸陸續續 就是當然現在美國很敏感 你不能再去跟中國 買一些安控設備 以免會有一些資安的疑慮 所以說都陸續轉單到台廠來 那其實前幾年整個安控市場 因為中國會 下低價的優勢來搶單 變成是紅海市場 就殺價 可是現在慢慢就是說 中國這邊其實淡出了之後 加上美國的轉單效率之後 整個產業秩序就恢復穩定 那台達電其實在2017年 當時就公開收購了金瑞的股票 那收購的成本就是每股98元 其實2017到現在差不多5年的時間 5年換過去了 其實台達電的成本就一直擺在那邊 股價其實也都沒有上來 就財務投資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它是沒有賺到錢的 一直到最近其實股價才 有一波比較明顯的一個漲股 不容易才爬破了百元價 對 當然其實台達電 它不是以財務操作為目標 你看它持股到56%以上 意思就是說其實 講到台達電 大家知道說 它在綠燈的佈局是非常強的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就是 智慧城市 所以其實智慧城市這個商機來講 它就會跟金瑞有進步合作 包含像一些智慧家庭 智慧門鈴等等 好 我們看到其實這個金瑞 目前股價它就是回測下來之後 最近在大概100元出頭 如果按照台達電成本98 這等於就是說 你省掉了過去五年的等待時間 你現在進場跟台達電成本就差不多 所以跟大股東 你剛才講到 跟大股東進場成本差不多的概念 並肩而行 再來其實我們看 未來一個業績會不會 在年底之前持續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一個成長力道 這一條線是營收 我們可以看到 它7月份營收是創下歷史新高 下面這三條線代表就是說 它的一個獲利指標 其實也都開始往上 這就是證明說 其實目前整個安控產業的 價格秩序已經穩定了 所以當獲利開始上揚 然後營收爆發之後 其實所謂的一個獲利跟EPS 它就會呈現比較明顯的 三級的跳針 所以我覺得這樣個股 可以利用回檔的時候去做追蹤 好 我們現在要感謝威良 其實台廠現在是逐步的往一些 像是智慧城市相關的一個 還有工業 像是工業鏡頭相關的來做布局 好 最近的台股 真的是內資當道中小型股出頭天 所以真的不要眼睛只盯著那些全子股 你在9月份行情比較動盪不安的時候 中小型股它的價差空間可能是比較大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連投信最近都在選這些中小型股 但是我們到底要怎麼判斷 投信是做價差 還是它真的會記底作帳 做到最後做波段 投信連續買超很多網通股 還有IPC工業電腦 像是維田 威牆電 這都是工業電腦的中小型股的強勢指標 今天都再創波段新高 榮旭哥投信已經是連續50天買超台股 今天又寫下了新的紀錄了 投信也在配合政府的政策 非常積極的在互盤 但是投信索馬股裡面 到底哪一些是投資人 真的可以安心跟的呢 雖然號稱投信連50買 但是你去看投信的一個買賣超 你都會發現這些高品 都不是你大家要買的 它都給你買一些大型的股票 所以如果喜歡操作 跟著投信做的話 你要跟著這一波你要跟著做 你就買一檔股票就好了 叫ETF 因為它買了股票 它買的股票幾乎都是 這一些大型的股票 譬如說像大型的金控股 大型的電子股 所以有一些 我們再回到這個六宮格 我們來看 這一些股票譬如說像富邦金 台積電 宏基 人保 微星等等 這一些通通都是投信 都是連續性的一個買超 但是其實這一些雜音也不小 尤其現在外資站在賣方 所以你不要只看投信有在買 你就覺得很讚 你就跟著進去 其實不見得能夠賺到錢 你看這一波漲一千多點 但是你買這種金控股 你買什麼宏基 人保 微星 你比較有賺錢 現在還趴在地上 對 賺不到錢 你頂多買台積電 但是台積電我告訴大家 你看投信不準 你要看外資 外資只要賣 它就是點 外資買 它就是漲 就是這麼好操作而已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要看 投信真的你能夠跟的 大概就是中小型的股票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六公格 那它這個投信鎖定的一個股票 不外乎就是像工業電腦 網通生計這一些 能夠下半年打敗景氣壓力 題材多的 還有下半年接單出貨都很穩的 對 那像這種股票 你看今天指數跌接近300點 但是很多這裡面都還今天還說紅 所以海水退潮就知道 誰在挪泳嘛 所以今天很多的股票就大跌了 但是有一些還是逆市漲的 譬如說像IPC震華店 今天還紅的 那像威強電 今天還創波段的一個高點 那為什麼這些股票漲這麼多 它還是能夠漲 當然有它的基本面 我就不多說了 但很多人會問 一定起到這樣是要怎麼做 我告訴大家 這種就是短打操作 雖然投信在買 但是它可能也是進出要快 對 進出要快 但是你不要挑消費性電子 因為消費性電子 本身基本面有問題的情況之下 突然漲一天 搞不好隔天就下來 可能進得來出不去 對 你就出不去 但是你做這種股票 基本上大盤就算跌 它還是有所支撐 你就算有傷也不會傷得太重 稍微行情反彈的時候 它就又上來 所以如果你要做短打 這一波你要做短打 就挑這些股票做 怎麼做 急跌的時候買 急漲的時候賣 來回坐價差不要貪 多坐價差 對 見好就收 那同一個族群 它不一定同一天大漲 你譬如說像IPC 搞不好今天就是振華店 這個威強店漲 但是譬如說立端 飛捷 它沒有漲 是跌的 那你就是賣掉急漲的政華店 買進同族群的立端 或者是飛捷 這樣聽到嗎 那如果是說今天漲IPC 網通今天跌了 所以你今天就可以 趁著IPC 所以它是會一直輪動的 對 你就趁著IPC漲的時候 你去買今天跌的網通 其實做來做去 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這一些股票 你雖然看到投信有做 但是你不要就是說 投信買什麼我就對他買什麼 其實人家也在做價差 投信有賣他也會跑 但投信會一直做到 9月的最後一天嗎 不可能的事情 其實投信他也是會怕 他在第二季 對 第二季大輸 所以第三季他找到機會 他有做一些價差 做一些績效回來就好了 他不會跟你天上地球的 所以一樣 這一些股票 如果有急漲的時候 我認為都還是先出一趟 先別進一趟 去看 在那裏面 量 都 aust負責 如果有危機 我聽到 人家也和橫帽 момент 都不見 它 走